泰国曼谷著名的旅游景点四面佛庙附近 今天晚上7点突然发生一起爆炸案 造成至少15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 泰国警方指出 爆炸是由摩托车上置放的炸弹所引发 案发地点是在曼谷商业中心 拉叉巴宋路口四面佛庙外的街道 而四面佛正是马兴游客的热门旅游景点 目前警方已经封锁现场的道路 但还不清楚干案动机 至今也没有任何组织表态 对这次的爆炸事件负责 炸事件负责